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们看一下录像吧 这个应该,其实黄盖应该是必抓的 钉盆黄盖也行,那个陆续黄盖也行 都还行吧,都还不错 这个四血嘛,防御,起手有AK,还是相当爽的 这是6分钟的一个局 那这个应该是非常爽嗨的一个局 那应该是吧 刚已经看了下加,然后去打八号位,热八号位 那二号位应该是个五果 然后这个孙船也很识趣,它就亮了 反正地球人都知道它是五果,是不是 诶,开车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AOE,我觉得是可以放的 因为,你们误过你过王牌了,知道吧 相对而言,他们属于被动属性的 就你在向他们输出嘛 就那种如果是按着去开AOE,那个是真的是挺挺无语的 因为你按着,魏国是最容易出来的 当然五果也可以出来,比如说你二号位是个小桥 那你可能也就出来了,是不是 但魏国因为卖血多嘛,所以它出来的概率它是最多的 这里主主角打得太急了一点 因为你明明可以先苦嘛 苦,苦完之后再决定怎么出牌,是不是 我们注意一下,最开始的时候是终于翻过一个万键的 然后,当时出来的三个五果 所以七号位不大可能是,是那个张角,是不是 如果你先苦完之后,然后有个解疑嘛 你不用拉人了,是不是 而且你可以先杀暗将嘛 这里肯定是先杀暗将会比较好一点 这里没必要去拆这个十张牌的淘皮了 而淘皮十张牌它不一定有什么好牌给你拆到的 你还不如拆到七号位,牌少的 才容易就是拆到那个好牌,是不是 这个也是放弃之聊的 你放那个,华佗说不定还能狗一下,是不是 节奏非常快 就无国开团 所以任何势力它 就如果能先手开团的话 它都有机会三打五四大师嘛 那卫国是最容易开团是因为有AOE的一个存在 然后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选这个盖箱的 然后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选这个盖箱的 不知道后面会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装备 给我们有个基础 嗯,低调 也是低调 好像回合开始有一个技能 手牌不溢出 为什么要开这个万剑呢 然后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八号位 这是应该是六号位 应该是六号位 他手牌不溢出开这个万剑 我们先给他标一个飞 飞舞 先标一个飞舞,是不是 然后也可以适当的看一下他一个胜率吧 这个因为是录像魔上 这个因为是录像魔上 看不了他的胜率 反正是179级这么一个东东 他应该是,站脚应该是怕弄不死灯爱 然后又要,因为这样子可以保真保连动 是这么一个东东 然后看一下这个双头 嗯,其实你想打一个三血的脏霸 你还是 是很难打的 其实这边脏霸可以很佳 这个明显是对这个技能不熟悉嘛 你要是横将在横将的话 这个 这个假许就没牌了 这个明显是对这个技能不熟悉 那我们慢慢一倍数看一下他的一个发挥吧 先苦,我觉得可以先苦嘛 先把牌过起来是不是 这也不用看了 因为只有一个按键 你把所有人杀死之后 他要不是无果 那个是不是 就直接叫他做人了是不是 苦到AK了 我们还可以睡一下 反正无所谓 睡这个群熊就睡水熊嘛 老,刚才卫言我记得卫言打了一个无鞋 其实没必要 人家这么多牌 他都抽变了清场 你何苦跟他 给他打一个无鞋 这 其实都无所谓了吧 当然最好这个角度打三角是不是 但是三角三角三角 你肯定最后还是要用杀的 已经排队好像刷刷新了一次 一倍数又太慢 我们是给这个按键打了一个无鞋 是认为他开了个AOE 已经是跳飞舞了 你我兄弟一定败得如死我了 其实我觉得可以稳一点嘛 你先杀这个按将 杀这个名将都挺好的 反正这个 还是 也足够的嘛 因为我们还有一血 还有一血可以苦 还有武器可以顶呀 嗯 真的是个魏果 手牌不溢出来 然后也要开AOE球开团 但是他的团是没开起来 把自己开团灭了 这个什么情况 这个什么情况 确实很意外 总的来说 因为这个好像今天如果我们做三个素材 三个录像的话 节奏都是比较慢的 所以好像这个客户端好像已经知道了 我们这个会就时间比较短 然后帮了我们一下 就给我们拖了一下时间 有这么一个味道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素材 组织长选择了曹匹点围 就是说主动性非常强 然后又可以开团了曹匹是不是 因为邓爱配曹匹有时候他就无法同田 嗯 吃我一集 因为你有时候你需要那个嘛 呃 放人 所以你放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啥 没有团典了是不是 送一记还送放竹 他手量的还被你弹了这么多下 过了很多很多张牌是不是 没人上车 没人上车没人上车没关系啊 我们现在已经放了两个人了 而且我们这个属于无损放人 因为我们状态非常好 是小桥帮助我们去放人 然后这个群衣也是搞笑的 他的那个血应该是被AOE打的吧 这明摆人是要出来的是不是 他一大把牌 谁知道要满击谁呢 然后这里要翻六好 这就是先手和后手的区别 那我觉得这个热人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先杀嘛 杀完之后看谁 比如说4号5号7号 谁不规矩是不是 万一人家出一个桃子 此乃驱虎通郎之计 是不是你 有谁不规矩的 咱们就把它热了 看你这个热就摆热了 你看7号位他出了个小点 那我们热的时候 尽量不要热他嘛 如果你你有这个牌的时候 就是 出来了 我们一大把尸体 然后 举手呗 先吃鸡 再开代劳 因为我们可以去拿他的尸体牌嘛 所以 当然你说我先开一个一代劳 看有没有过差 把5号位的桃子插一下 也可以是不是 有时候 死人 死人 比活人 拥有 然后我们花色都是齐的 你追吧 我觉得这个小桥是立功的 你小桥两个天香 就 送着主持久嘛 嗯 才能造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 魏国属于 并不是特别强 看到没有 夏欧敦 曹人根本没有什么花发挥 然后这个巡运 张导倒是就是 刚才拉了很多排叉嘛 一个驱虎一个 张导一个偷 其实排叉还是挺俗的 你这还不亮 主将是什么嘛 有天过了 就 杀一刀 那我们强行一下小桥吧 其实可以不强行 如果说这个武器没来的话 因为我们 可以给这个徐域提供一个塔板 是不是他有连弩 他有三端牌嘛 那这个就是稳了 因为我们现在又可以进行一个三四年动 是不是 最后也就这么轻轻松松的翻打武器 确实还挺轻松的 感觉中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兰 在这边的游戏 感谢观看